大家好,大家好,天神國,我是天神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Cotton Chan的頻道為什麼會沒有了 為什麼經常有YouTuber的頻道被人Hack了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呢? 是不是Hackers那麼厲害 可以搖距地入侵你的頻道呢? 還是有些Fishing Email中了 令到你跌入了這個陷阱呢? 今集就想分享更多 因為我覺得這也是很重要的 都關乎到你自己的個人私隱 還有Cyber Security 所以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今集就會分析究竟Cotton是怎樣沒有了頻道 還有有沒有什麼近似的情況 還有我們怎樣可以保障我們自己的網上的帳號等等 喜歡的一定要天神國,還有記得按LIKE 首先大家都知道 Cotton現在在YouTube搜尋都搜尋不回 以往大J還有其他外國知名YouTuber 其實都有遇過這樣的情況 你看到他IG就寫了 他就說Cotton在Email那裡 就按了一些假扮是一個客戶的Email 他見到那個客戶Email 就說我在哪家公司 就想邀約你合作 但在合作之前 就有一個軟件 就想讓你開來試一下 或者先看看 如果你的警戒心不夠高 或者你沒有聽過Fishing Email 就是這些釣魚郵件攻擊 你是很容易跌下去這個陷阱 如果你是沒有這方面的認識 所以你是非常重要 你是要知道的 那我們繼續說這件事怎樣去進展 當你下載了 即是你不如有罩 有廣告商要約你 可能我打機的 他就扮演一間手機廠商 遊戲廠商 就說我現在傳一隻遊戲給你 不過這是一個測試版 可能要你下載下來 就去測試 當你真是信以為真 下載的時候 你就會下載了一個壓縮檔 很多時候他會扮演 很安全或者很機密 有一個密碼給你的 其實都是一些扮演出來 甚至乎會有些文件 或者一些文件要你簽 扮演他是一個真的廠商 那份文件 那條片 或者那些公司 可能是真有其人 不過 發電郵的那個人是扮演他們 是扮演那些人 譬如他扮演一拳超人 就發電郵一拳超人遊戲 用他們一拳超人的公司 或者代理的名字 發電郵給你 不如你下載這個檔案 其實如果你想接這個廣告 那你又皺眼看 又沒有細心去看清楚 他們的檔案等等 或者確認真點 你就去按 你已經中了 那我講回嘉琪這個案 那他就按了 我不肯定他那個是什麼廣告 他沒有說 但應該是一些合作邀請 可能一些時裝 那他就說 不如你下載這個檔案 那就去看一看 那他下載了 那他就沒有懷疑 那當下你是不覺得有東西的 因為他不是那些木馬病毒 或者一些很厲害的 一些攻擊你電腦的一些program 那他純粹是一些 偷你data的一個程式 那當你打開了 用密碼打開了SIP檔 那之後呢 他裡面有些application 通常的former 會是.scr 那大家要小心一點 什麼screen protector 什麼什麼file 那些scr 其實他也是一個exe檔 也是一個可以執行的檔案 那就是變相你打開了 其實那個病毒 是可以在電腦裡執行的 他也會問你 這個可能是一些可疑的程式 你不需要執行 如果你都按按C 那你就慘了 按完第一下 這個file 會好像 有些呢 有些病毒是會消失了的 那有一隻呢 可能他就會什麼事都沒有 但是你的data已經被人下載了 那這隻叫 好像win32 然後那個spyware 就是genx 類似這些病毒 如果你想知道多些 其實網上有很多 或者呢 如果你想避免 其實你開之前 你就應該用sandbox sandbox是一些 防毒軟件有的功能 那就是你開之前 你就不是真的開 你是放進一個安全的環境 就像一個實驗室 你想混合兩隻荷物品 你就放進玻璃裡面 在一個很安全的情況下 進行的 其實有些這樣的事情 你應該用這個開 那你直接開了 你會發現沒事發生 你當下以為沒事 但是其實呢 你都是會拿東西的 那可能幾分鐘 通常呢 就很短時間之內 可能十分鐘內 那你的youtube頻道 啊 你的gmail 就會被人改了 那我不知道 我不知為什麼 它可以bypass到MFA MFA就是雙重認證 就是有時候要用電話 你才登錄到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可以bypass到 如果你知道 可以留言 就一起分享一下 但是它就是 確實擾過了 直接就改了你的youtube頻道 改完它不會就這樣改 它通常會刪除了你的影片 會改你的firmary 就是你的youtube封面 之後還會開一些stream 可能播一些A片 讓你被人禁止 這樣做 我不知道它的目的是什麼 有些呢 有些就是 會把你的sms 即是你用youtube 用來收錢 這個廣告收入的帳戶 它又轉去它自己 有人被人轉去埃及的一個帳戶 就代你收了這些廣告收入 但是有些呢 就純粹呢 就把你的channel的影片 整走 之後就不給你 但是它又沒有勒索回你說 拿錢換回channel 沒有這些東西 就是純破壞 那我就 我都不肯定 它們那個容易 是什麼 但是呢 無論什麼容易都好 最終你都會有損失 那當然啦 如果你有經驗 或者你有聯絡 我開youtube那邊有email 其實你可以找youtube那邊 recover回channel 很多人呢 都成功recover回channel 那很少部分呢 可能真的 那個hacker 就是搞得你看鏡 或者他真的很高手 拿不回來 但是呢 很多人都拿得回來 大J也拿得回來 我不肯定 大J那單 是不是真的被人hack 應該都像是被人hack了 就是外國有些很多youtuber 都成功拿回了 所以應該都沒問題 不需要這麼擔心 如果真的被人hack了 但是呢 那個防護方法呢 就要做得好一點 首先呢 當你收到email的時候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當你好像我這樣 收到一封email 你看到 就傳送到我那個gmail 那就是什麼jm.brun 不知道是什麼水來的 就是外國 Hello I am manager of Mememem Younmobile company Our company is looking for partners 就是我無緣無故邀約你 下面就有連結給你下載 那就很奇怪的 因為一般他不會這樣 還有呢 外國那些人發送給你 你就要小心了 那我會怎樣做呢 我會立刻起他底 我看看這間公司什麼 就是再search 他的email address 我search到的email address 並不是這個younyounmobile.com 或者之類 或者他這間公司相關的 而是一個很古怪 可能是一堆亂碼的email 那之後呢 第二呢 我找回他原本那間公司 你見到我一search 其實你Google一search 就會見到 possible scam alert 那你見到 他就告訴你 哇 在有人假裝 你見到一模一樣 又在那裡假裝 假裝他的那間公司 你見到他有澄清 但是呢 應該都很多人還誤會 其實他這些是針對youtuber 來攻擊的 這些 那當你的頻道 可能有幾千人訂閱 開始你就會收到這些合作邀請 那就可能會 我給你一千萬一條 你幫我把這條片 放在你的片頭那裡 那這條片的那個file link 你下載下來看看 那其實呢 真是很易重 不是說你蠢不蠢的問題 或者你聰明不蠢 真的會騙到你的 那如果你發現 你還有一招 那你要立即改密碼 即如果你真的曾經下載過 你都立即改密碼 你立即去洗機 就千萬不要拼這個風險 真的洗機洗了它 因為你不知道 他會繼續傳出你的資料 因為你下載下來 那一下呢 他是怎樣做呢 他是會有一個後台 譬如去你的搜尋 你的Chrome那裡 就下載了你那些 可能密碼圈 或者找了你所有 你電腦的資料 你電腦的資料 就下載下來 就傳給他自己 那他一找到這些資料 就立即去 嘗試 log in 你的帳戶 然後再改你的資料 那他的做法是這樣的 我不肯定 他是下載過一下 會傳 還是說 他會潛伏在你的program 可能潛伏在這個C Drive 那我不肯定 他那個模式是怎樣 但是穩陣起見 洗了一部機 你都用得不安心 那你的相用卡號碼等等 資料都是 我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曾經按過 那你就洗機 那我不管 你是否一個賺錢的YouTuber 那你平時那些 可能平時那些 Hotmail 那些Business Email 那你都要去保護自己 那這件事我覺得 並不是新聞 已經流行了很久 在外國 很多人扮不同的公司 因為他只是扮得很討厭 現在他不是說 隨便可能發封Email 或純文字 他有圖 他可能用AI設計 那間公司的圖 那樣 把PowerPoint 或者Marketing Materials 困理 去下載它 開它的app 所以我覺得 第一 加入了這些防毒軟件 有用的防毒軟件 有時他會提醒你 或者你可以用一些sendbox 先打開 看看這個東西 是否有毒溫一次 第二 在Email上面 如果有接觸 完全不要開 按也不要按 即使真的公司發送給你 也不要按 我覺得這樣做得好 因為我覺得 那些公司不會這樣發送 如果你有合作過 你就知道他們不會這樣發送 一定不會的 這些不單止在YouTube界 其實你平時上班工作也是 不過上班工作 我覺得沒有YouTube這個 就這麼容易上交 這個YouTube這個 真的很容易上交 因為真的很多人上交 好了 回到這裏 一點點分享 看到Cotton最近 我希望他能夠拿回 應該都能夠拿回 因為他能夠拿回 代表你之後 那些東西都能夠拿回 我想YouTube的團隊 也有個經驗 因為他也幫過很多人 有這個類似的情況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YouTube頻道 你記得 你會有一個備份的一個鎖匙 那個備份鎖匙 是一堆曲 你就手抄抄 不要放在你那些 Word檔 或者Look Pack 不要放在那些地方 手抄抄下來 到時候你不見了 你可以用這堆曲 去找回你的帳號 這個是你真是一個救命的曲 你要抄回 好了 今集來到這裡 喜歡的地方 然後請她 手抄抄 嘩 我要留下 你 你 你 好